超商貨架上充滿美味餐點 這些食物過了有效期限 都是直接報廢 但有超商首創用智慧條碼 導入時光定價機制 快到期的鮮食能夠打折 御飯團也包含在 時光定價的機制裡面 只要集齊前七個小時去結帳 都有優惠 超商把集齊的鮮食 貼上友善標籤 報廢前七小時的食物 就能享有原價的七折 消費者能省下五到十元 增加購買的意願 也讓超商減少剩食的浪費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又可以減少食物的浪費 然後又可以優惠 然後可以省錢有折扣 就是還有七個小時 我覺得時間還滿長的 所以不會覺得 好像新鮮度有什麼問題 根據統計 全台超商每天報廢的金額 約一千五百元 全台九千多家門市 就有超過五十四億的剩食 而業者導入新的機制 銷售機會多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四十 成功減少浪費 一家店來講 它原先就是在商品 它可能即將快要到期 可能要賣不出去的情況底下 透過這個機制 大概可以有一到四成的商品 它改變了它的命運 反而最後被賣出去 反而轉為這個店鋪的銷售 日本學者之前提出概念 如今台灣的超商率先實施 但目標不只在自家的超商 希望能拓展到各個食品業 才能慢慢解決剩食的問題 三選注意力方向台北報導